六度博罗蜜看球看这里 各位华尔街电视和六度博弈网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杯节目 我是小强 华尔街电视携手六度博弈网站 在我们紧张看球的时候 还能享受虚拟博弈的刺激 具体详情请登陆六度新闻网6DO.NEWS 我们今天的节目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摩洛哥 首先我要认真地向摩洛哥道一个歉 昨天我在预测葡萄牙和摩洛哥比赛的时候 还说葡萄牙有可能会大胜 这个预测真的是错得太离谱了 即便是摩洛哥淘汰了西班牙 我却仍然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支球队 更不要说给予足够的尊重了 在今天的比赛结束后 我回看了摩洛哥在这届杯赛所有的比赛 发现这是一支面对西班牙 葡萄牙 克罗地亚和比利时 都没有丢球的球队 这就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巧合了 我竟然在赛前还分析 葡萄牙会打出大比分 足以证明我的傲慢和偏见 完全蒙蔽了我的双眼 我之前批评过巴西队傲慢 德国队傲慢 包括西班牙队傲慢 可是当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却浑然不觉 这也说明人说别人容易 一旦落到自己身上 想做到知情合一 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后面我也一定会反省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 看一场世界杯的球赛 除了能收获紧张 刺激的快乐外 还能学到做人的道理 我觉得这些世界杯真是太超值了 昨晚比赛结束后 我也是连夜做功课认真研究了这支摩洛哥队 包括他们的主教练 一是必须要表达对这支球队的尊重 第二我也想看一看这支黑马是否有可能 哪怕是一丁点的可能 去打败法国队一黑到底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这份我迟到的作业 首先我们说一说摩洛哥的主教练 雷格拉古一 就是光头教练 他是今年八月份才临时上任的主教练 而在过去的三年 摩洛哥的教练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个性教练 哈利霍基奇 在摩洛哥击败了葡萄牙杀入世界杯四强后 哈利霍基奇还公开的发言 说有他之前三年的耕耘 才有了今天摩洛哥的崛起 对于他的这句话 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现任的主教练上任仅仅只有三个月时间 一共带队打了不到十场的比赛 是很难从战术的层面给予这支球队太大的提升的 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 雷格拉一谷在这支球队的巨大作用 一个从来没有执教过豪门的主教练 带队创造了非洲的奇迹 我们抛去那些过度的赞誉之外 仅从比赛的层面 我认为他至少完成了两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外部的重压下 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把一支分崩离析的球队重新团结了起来 要做成这件事需要极高的情商 还得有巨大的亲和力和天生的领袖气质 作为临时上任的救火教练 雷格拉古一首先就要处理好跟球队那两个大佬 齐耶赫和马兹拉维的交往 其实这是一个送命题 前任主帅正是被这两位球霸逼得下了客 而队内的很多球员又是前任主帅提拔才进的国家队 所以在这支摩勒格队内 可以说是有两股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我们看到雷格拉古一很顺利的完成了球队的精神重建 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了一段摩勒格队内训练的视频 队内的大佬穿了雷格拉古一的装 然后雷格拉古一好像是要揍他的感觉 显示了权队氛围非常融洽 从这段视频我们可以看到雷格拉古一入队后 给自己的定位并不是什么权威教练 而更像是一位带头大哥 带着兄弟们一起去世界杯耍耍 举重弱青间 把队内的这种危机化解于无形 当摩勒格跟西班牙要进行点球大战之前 有一组镜头 就是交代雷格拉古一跟队员们的这种交流 那个情景特别特别像是黑社会的帮派老大 给兄弟们安排任务 就像这种情商和性格 特别容易让这些球员产生这种卖命的冲动 所以摩勒格奇迹走得越远 他的战斗力就会越强 雷格拉古一完成的第二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是他时刻保持了一个教练该有的冷静 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对手的打法 来不断的调整防守阵容 我们看到虽然摩勒格连克了葡萄牙跟西班牙 这两场比赛雷格拉古一安排的防守并不是同一种防守 在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摩勒格的后防在断球之后 他们会凭借自己的技术和敏捷 并不着急的去长传 而是准确的找到身前的这些队友 把整个阵容稳步的往前推 从而减少了葡萄牙在中场的控制权 这种防守方式我们可以看到 雷格拉古一在小组赛对付没有卢卡库的比利时的时候 也使用过这样的安排 而在对阵中场非常强大的科罗地亚和西班牙的时候 雷格拉古又安排了另一套防守阵容 那就是主动让出了中场的控制权 把防线主动后撤 所以整个防守的阵容压得很扁 不给对手中场传出威胁球 和边风冲刺的空间 这种根据对手调整战术的能力 表明雷格拉古一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精神领袖 更像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 我们必须要提一下 雷格拉古一在上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之前 他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 就在今年他率领着摩洛哥国内的维达德足球俱乐部 拿到了非洲冠军杯的冠军 就相当于带着恒大拿了亚冠的冠军 所以摩洛哥足鞋才会找他临时接手这支球队 在这里我也祝福雷格拉古一 能在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可以说雷格拉古一给这支摩洛哥队带来了空前的团结 但是只有团结并不能赢得比赛 摩洛哥在进攻段的表现 我们则要考虑他是得益于他的前任主教练 功勋老帅哈里霍吉奇 这个老帅也是一个值得一说的传奇主教练 跟米卢一样 四次带不同国家的球队打进过世界杯 分别是20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 他当时带的是科特迪瓦 2014年他是带着阿尔及利亚 2018年他是日本队的主帅 然后今年他是带着摩洛哥 但是跟米卢不同的是 这个教练由于极其刚硬的个性 在三次带队进入世界杯决赛之后 正在开赛前都被他们的国家足鞋给炒鱿鱼了 跟雷格拉古一相比 今年70岁的老帅哈里霍吉奇有极强的个性 他带球队的时候 非常强调这种教练的绝对前卫 因此经常会与球队里的明星球员产生矛盾 比如18年的时候 他带日本的时候 就与香酸真思本田归佑 发生了比较大的矛盾 这届世界杯 他又与齐耶赫马兹拉维闹得水火不容 可能对于老帅来说 在他生长的足球环境里 足球教练一定是一个不可撼动的权威 就像所有球队的大家长一样 但是时代变了 在资本的作用下 现在的这些球星 他们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而且在互联网上有很强的影响力 所以让他们在球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以前的这种家长式的老帅 可能真的不太适合这个时代了 如今这支摩洛哥有七成的球员 拥有双国级 也正是老帅在执教摩洛哥的三年时间里 观看了一千多盘录像带 在各国联赛中找到了这些极具特色 和符合摩洛哥风格的球员 从而帮助摩洛哥几乎是重建了球队 像所有前男的主教练一样 哈里霍吉奇是特别推崇这种进攻的打法 他前后实验了多种的进攻阵容 并且最终确定了今天摩洛哥的这套4-3-3的打法 正是这些长时间的枯燥工作 才为今天的摩洛哥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哈里霍吉奇没能亲自来到卡塔尔 见证摩洛哥的辉煌 但是老帅三年的努力 也应该赢得所有人的尊敬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位教练 我们还应该记住摩洛哥的这些球员 他们的铁血队长32岁的赛斯 上一场对阵西班牙 拼到大腿开始传绷带 今天这一战带伤上阵 拼到了55分钟 被担架台下 主力右后卫 24岁的阿什拉夫达里 出生在西班牙 来自黄马清逊 正是他用一记勺子舔 就送走了西班牙 主力左后卫 25岁的马兹拉维 出生在荷兰 是由阿甲克斯清逊出品的 本赛季 他是以这种超新兴的身份 加盟了这个德甲巨人拜人 他其实在小组赛的第一场 就开始受伤了 他一直带着伤 拼到送走西班牙 还有他的主力中后卫 26岁的阿盖尔德 因为一个乌龙球 他成为了本届杯赛唯一一位 攻破了摩洛哥球门的男人 目前也是受伤 31岁的亚新布努 西甲上个赛季的最佳门将 他的笑容是非常的清澈和阳光 充分证明了爱笑的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22岁的年轻中厂欧纳西 一个让西班牙主帅恩里克 念念不忘的男人 本赛季在法甲 他的过人次数是仅仅次于梅西的 这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还有闪耀中厂的阿玛拉和阿姆拉巴特 攻城拔寨的奇耶赫 鲍法尔和起飞的恩内斯里 虽然摩洛哥的四名中尉 目前伤了三个 前锋的替补谢迪拉 简直是屡屡错失进球良机 但是这一届的摩洛哥 目前来说已经势不可挡 今天摩洛哥在两个主力中 后卫受伤的情况下 替补上场的后卫叶海拉和亚米克 仍然守住了犀利的葡萄牙 这样的一只摩洛哥 我们分析一下 他有没有可能战胜法国队进入决赛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他淘汰的这几只强队的共性 一个呢 是这些球队从进攻到进球的 这种转化效率呢 并不是特别的高 第二呢 是这三只球队都缺乏这个 非常有实力的高中锋 比利时呢 卢卡库受伤没有上场 西班牙呢 下半场才把摩洛塔换上去 而且表现呢 也非常一般 葡萄牙呢 更是一个没有中锋的打法 最后配配都顶上去当中锋用 所以呢 面对这样的攻击线 我们可以说 这个摩洛哥是很有办法去防住的 那法国队的攻击线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得说 法国队在这届杯赛的进球率呢 是相当的高 然后呢 法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中锋 那就是大吉鲁 他的表现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所以我们单从战术的层面来分析呢 法国的胜算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这只摩洛哥现在已经是起飞了 他任何一个对手也不会害怕 毕竟足球是一脚一脚踢的啊 法国队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那就是他这个球啊 踢的太放松了 我们可以看啊 今天面对英格兰的时候 如果不是运气的加成 法国很可能就失败了 面对踢的如此慵懒的法国队呢 摩洛哥完全有可能 也有实力一黑到底 所以法国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呢 我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 摩洛哥会取得胜利 创造奇迹 今天通过这个分析 摩洛哥的这批球员呢 我发现摩洛哥的超乎预期的表现 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本届世界杯赛呢 亚洲的日本队和非洲的摩洛哥队 他们这两支球队的表现 证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随着这个球员 国际化交流的深入呢 亚非足球与欧洲和美洲的足球的 这种差距 可以说是明显的在缩小 因为很多这些亚非球队的主力球员呢 他们都是在五大联赛踢球 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个欧洲比赛的这个节奏 而这些国家的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呢 反而会衍生出一些 很有特点的这个足球文化 反倒是我们看这个欧美的传统强队 在这届杯赛当上表现是非常的差 可能是由于这个战术的趋同化 还有这种个性球员的凋零呢 这些传统强队渐渐失去了 他们原来这种特色 既然不到40万人的冰岛 都能够创造欧洲杯的奇迹 那么亚非足球的崛起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杯赛的主旋律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我是小强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比赛日见 请不吝点赛看